她是那种真的经历非常旺盛的人 就平时也很难入睡 特别是现在更加难得入睡 但是就是只要听我给她讲的自创的熊熊的故事 她就真的很快能够睡着 你们大概模拟一下比如说那个晚安 晚安会要怎么说 不能晚安 因为我入睡比较困难 我就必须要很快入睡的话 我们家杰哥就必须要跟我讲那个童话故事 而且是而且每天晚上要临时编 我想知道编哪一个故事是让你会忘记的 熊熊的故事 是怎么样的 大概怎么讲的 其实故事嘛也没有什么曲折离奇的 她就是这个主人公就是一只小熊 然后她就每天就会编不同的故事 她有一次特别累了 然后必须跟我讲故事 她说有只熊啊 有一天吃完饭就到街上去散步 然后她就走得很慢 我就听到她声音越来越虚弱你知道吗 然后她就一步 两步 三步 然后就慢慢就睡着了 我也就睡着了 因为有时候呢 她会突然因为做节目 然后做太久 很兴奋 然后就睡不着觉 所以我就当时突然想了一下 就是她是这样的 就现在几点钟 然后因为大家知道 以前有一个电子表 经常当现在的时候 晚上有多少个人 然后我就突然也就跟她玩一个这样的游戏 比如说就会想 我的眼睛是一个点 这是一个点 眉毛是一个点 我现在心里面想的是这边的眼睛 右边的眼睛 所以说她就来按我的头 哪个地方 比如她按这边 就会有出现一个奇怪的声音 按这边就是奇怪的声音 按到这儿 当现在是客 你先试一下吧 何老师来试一下 不是我听懂了 我只是没想到这么无聊 你试一下吧 我按中了 你们俩玩 你们俩玩 你能不能第一下 我想好一个吧 你想好一个我来按 诚实啊 应该诚实 呱唧 这一 二吧 那一 那一 还有 当现在是北京时间发电声 哦 现在是北京时间发电声 好 好